王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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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王健文 今天真的是一枝獨秀 當然520 520大家看到指數小掌 沒想到今天直接嘎上去 我講一個笑話給各位分享 我有一些朋友是在台南 他們在台南做股票 他說他們禮拜天 看到國台辦這樣講 今天早上看到指數沒有跌 他趕快說放個空閉個閒 結果被嘎上去 嘎上去 因為這些人操作非常靈活 嘎上去就挺損 我就跟他開玩笑說 那你有沒有做多 他說他不敢做多 因為這一波直接嘎上去 我就跟他開玩笑說 那你們台南不是 最支持蔡英文總統嗎 最支持蔡英文總統嗎 你們怎麼會放空 他就講了一句話 我們那些朋友 他講在群組裡面 群組裡面講了一句話 萬一要是有什麼閃失的話 至少指數 可以避避險 我想這樣的觀念很重要 如果有什麼閃失的話 至少指數可以避避險 所以這個也跟各位分享 那當然今天台灣股票市場算很漂亮 為什麼 因為是期限雙軋 現貨市場有900億的量 那千萬千萬不要量縮 如果900億的量能夠滾量滾量 最好能夠1000億以上 那當然怎麼樣 當然就是一個量價其養 整個軋空的一個態勢就更明確 那萬一只有今天有量 明後天就有量說 很可能怎麼樣 很可能直上直下 直上直下 因為今天是護盤很清楚 這個公開的秘密 護盤就拉上去之後 後面可能就怎麼下來 因為沒有量 而且國際股市也不是很穩定 所以我還是要提醒各位 我當然希望 整個中空的結構 能夠因為今天的量價其養做個扭轉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夠 沒有辦法夠多久 就好像我那些台南的朋友一樣 我們要夠不做也要夠不做 所以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是不是於日行情 後面還要觀察量很重要 所以你也不要冒然的去搶多 雖然我之前跟各位講的個股 其實都大漲一段 來 那今天我們跟各位分享一下小英的政策 其實禮拜五我們在聽520 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 那新南向政策其實 你就很清楚說 他主要針對東協的國家 東協的國家 新南向政策 那就是說 以往我們過度依賴中國大陸 過度依賴中國 那現在就新南向政策說 看能不能把一些比重 往所謂的一個東南亞東協去 可是有一個問題 我還是跟各位講 其實我有一些朋友已經到越南去 南向政策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日本跟中國大陸其實都過去了 都過去 還有一些國家 因為他們以前有像法國的殖民地 那其實有些國家也下去開發 所以這幾年 東南亞的國家成長得很快 可是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你心理要素 因為排華 排華 所以新南向政策有沒有那麼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 他們一排華就是罷工 就是那個那個那個 燒工廠 搶工廠 所以我還是提醒各位 那個新南向政策能夠走到哪裡 我們都要觀察 不過這是我們總統的一個政策 新的政策 我們就把新南向政策拿出來 跟各位分析一下 那有的個股怎麼樣 有的個股其實我之前講過 之前講過了 那包含像如虹 Under Armour的概念 所以你要看新南向政策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除了他受惠於所謂的東邪 所謂的一個東南亞的一個經濟的成長之外 很重要的就是說 他可能是 他可能是自由品牌 他可能是代工 如果他是代工 然後像Under Armour的業績 如果能夠再成長的話 再成長 市占更高的話 那像如虹這類型的公司 他當然就水漲船高 因為他就變成兩方面的一個受惠 如果沒有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要把那個操作稍微看一下 來 那當然 新南向的一個政策概念股裡面 包含像寶城 寶城是老公私人 來 豐泰 如虹 巨洋 那這個如虹跟巨洋 其實也是Under Armour的概念股 智慧一的概念股 會跟各位講過 這兩檔也都是啦 都是 那太金寶 太金寶當然 大家知道是金寶集團的嘛 然後 主要是做所謂的一個網通設備的嘛 那0.31 然後看到這個泰就知道了 在泰國 那玉金 所謂太陽能的玉金 F泰鼎 然後金融股 部分包括像國泰金 中信金 元大金 這個國泰金 中信金跟元大金 我是把去年 去年一到四季的那個獲利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呈現的數字是這樣 不過 我想 有時候你去卡位 你還是要注意一下 現在我們在討論的是 相關受惠的概念股 那當然什麼 當然把 像我們之前跟各位機器人概念股 你看華漢今天也大漲 那個機器人概念股 鴻海的華漢今天也大漲 所以 我們跟各位 分析這些股票的目的是幹什麼 就是說 當題材開始發動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要做什麼 你不要等到股票 那個領頭羊都衝出去了 你還不知道 這個領頭羊在帶什麼族群 那個就比較辛苦 比較可惜 所以我們今天 等一下就把 一些新南向政策的概念股 我想 這些個股裡面 我會找出五檔股票 那這五檔股票說 當這五檔股票 如果領頭羊出現的時候 其實你要知道 原來是南向政策的概念股 或東協的概念股 開始發動 開始發動 那當然除了這十檔之外 還有其他的一個東協概念股 那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你的菜 可能是你的一個什麼自選股名單 可能是你想要做的 到時候你就知道怎麼做了 所以我們一樣練功 那當然接下來 下個階段回來 我們就看看說 到底有什麼樣好的一個機會 或者這些個股已經跌了一大段在低檔了 可以做一個操作布局的動作 那我們下個階段回來 輪園投顧認真負責專業 結成為您服務 服務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歡迎所有觀眾朋友回來這部現場 來 那個 我剛才跟各位講 那個台南的朋友的故事 那其實我在8600 8700的時候 我有提醒各位說 要小心 要小心 那當然怎麼樣 那段時間 指數是從8600 8700跌到 7999 7999 那當然這指數 你也可以做一個規劃 我當初在講8600 8700要小心的時候 那當然有一些 觀眾朋友 教來講 建文老師建文副總 你別說什麼 恐怖 我在說空 可是我要給各位一個正確的觀念 這個正確的觀念是什麼 這個正確的觀念就是說 如果是空方式 空方式 你放空或你賣股票是為了 這句話把它記起來 空方式 你放空或賣股票是為了日後的做多做準備 放空或者賣股票是為了日後的做多做準備 而且是加倍的做多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在100塊賣 後來這張股票跌到80 你要接回來 你只要用80塊 你就可以把它接回來 那如果你的部位大一點 你可以多接好幾張回來 所以 空方式的結構裡面 放空跟賣股票不可怕 他是為了日後的做多做準備 而且是加倍的做多 那當然如果你知道 你可以運用指數啊 運用一些工具 你甚至空下來的話 那對各位來講 當然什麼 當然不是減少損失而已 還能夠什麼 所以目前我們在公司有一個活動 短天期的活動 那短天期的活動 就是股票跟指數 股票跟指數雙箭頭 雙箭頭 股票跟指數雙箭頭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我們一起聯絡一起加油 那我們還是回到節目 我們來幫各位追蹤一下 練練功 這個是所謂的新南向政策概念股 那第一檔股票看怎麼看寶城 來 寶城這檔股票從53塊61跌 跌到36塊1 跌到36 其實這個是個橫向破底 橫向破底的結構 其實基本上還蠻漂亮的 為什麼 你可以發覺說 五十二十日 六十日均線 其實都已經走平上揚 走平上揚 所以 保存這檔股票橫向破底的過程當中 法人有進去買 進去買 所以你要操作這檔股票 其實可以做中線布局 中線布局 當然急掌如果不想追的話 你就壓回來 壓回來在六十日線附近 六十日線附近去做個卡位也可以 其實我說真的 六十日線跟前波低點其實就在旁邊 如果你有算一下就在旁邊 這檔股票其實 你不管是短打也好 或中線的規劃也好 這檔股票其實是可以留意的 9904的保存 來 豐泰 豐泰這檔股票算中高價 從200多塊一路往下跌 最低跌到120 那之前是在多方抵抗 多方抵抗 今天帶量長紅拉上 帶量長紅拉上 當然會伴隨什麼MAC的一個低檔 低檔黃金交叉 柱狀圖也翻上來 那我說實話 我說這檔股票的一個底型 還沒有確立 還沒有確立 因為你還要觀察它接下來的一個量 有沒有辦法做一個所謂 價量穩定的配合 不然今天的一個帶量長紅上去 並沒有辦法說這檔股票開始攻了 開始攻 所以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義高人膽大 你要做一個強短的動作 你就盡量強短 要不然我覺得說 這邊可能還會做一個擴底 那當然擴底的形態 擴底一下 保存是比較漂亮 那這檔股票是屬於中高價 其實大家有沒有一種想法 這種感覺 你如果在高票期間比較久 以前 我以前在做的時候 1500億是低量 是量縮低量 現在1000億就算大量 真的10年核東 10年核西 那當然我們的政府想把成交量衝上來 我們就看政府怎麼做 來這是盧虹 來盧虹 盧虹當然在技術指標已經低檔交叉向上 黃金交叉上來 那其實有些法人也下去買 所以這個 這個應該說急跌一段之後 短底 短底的一個抵抗會越來越強 比風太強 所以這檔股票我覺得 我覺得因為它是屬於中高價 如果你要買的話 你也可以什麼 你也可以等到平台這邊 真正的守穩之後 你再去做操作 要不然就是等量能夠做穩定的配合 因為今天這根帶量 其實也只有2800張 那這邊可能再要觀察一下 那我個人認為說 其實這檔股票可以注意了 那短線拉上來 當然這邊都是什麼 都是之前的一個套牢的賣壓區 那你就用短線來操作去規劃 這是如虹部分 那它有法人買盤回來 所以它的一個什麼 低檔的力量會加大 那玉京這檔股票 基本上我是比較認為 我會把它當成中線 因為我先前跟各位講 包含像所謂太陽能 包含像風力發電 那甚至在 所謂小英政府部分 對替代能源 或者是再生能源 其實是很注重 那我也跟各位講說 其實在歐洲也好 已經有些城鎮 已經完全都用再生能源 用環保能源 甚至電還能夠賣回給國家 所以我覺得 如果歐洲有一個城鎮已經成功了 以後只會越來越多的城鎮成功 所以你可以發覺說 它還在做擴底打底 那我覺得 因為法人的買盤還沒回來 你要買的話 你可以小量的一個進場佈局做操作 我還是比較偏中線 中線 玉京這檔股票 來 那最後一檔股票 我們看太金寶 其實太金寶每次 都有一群市場的實務主力很喜歡操作 這群市場實務主力每次行動的時候 就是一波 一波 然後一波完之後就休息很久 休息很久 那你可以發覺說 其實有一群法人買在這邊 買在這邊 那其實這群法人有的是自營商 自營商 那這檔股票現在做一個所謂壓回 已經量縮了 其實有點自其量的味道 自其量的味道 而且只有3塊 3.02 3.02 那我覺得 如果你想要做這種股票的話 你就什麼你就慢慢買 不要一次買太多 那從來有沒有鬆動 之前賣出來一點之後 其實賣壓也減輕了 我覺得說其實 以金寶的一個相關的一個集團來講 那當然啦 當然這檔股票 每年啊 幾乎每年都有一波到兩波 市場的實務很喜歡做 那你就慢慢的買 慢慢買 因為這檔股票目前也是在3塊附近 那有沒有可能再跌到這裡 我想機會比較小啦 除非遇到排華事件 遇到排華事件 打下來 我想那個機會會更好 那這檔股票其實就是比較活潑 比較活潑 但是他往往活潑之後 瞬間的光芒 瞬間的一個璀璨之後 就停下來 所以這檔股票你要操作 你也要小心 一旦遇到大量往上攻可以追 一旦量縮 就趕快該出場要出場 那今天就跟各位介紹到這邊 然後 王建文在這邊 副總 建文老師 建文副總那邊有一個 雙箭頭的一個短期的活動 短期的活動 包含指數 包含像所謂的一個 個 如果有興趣跟我們聯絡 今天就跟各位介紹到這邊